好 进来国内因为食安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 更有台北市保龄茶市餐厅发生 台湾首例的邦克烈酸的食品中毒事件 引起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 那么花莲县卫生局与13个乡镇妇女会来合作 这次来到了玉城镇 办理了花莲县妇女会食品安全与养生健康促进的课程 藉由妇女会的亲和力跟影响力 将正确的健康讯息来传达给邻里坚的民众 近来国内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更有台北市保龄茶市餐厅发生 台湾首例邦克烈酸的食品中毒事件 引起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 花莲县卫生局与13乡镇妇女合作 这次来到了玉里镇办理花莲县妇女会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促进的课程 因为吃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最近很多食安的问题 所以现场会担心我们大家的健康 所以说特别办了这一场食安的教育 还有一个健康促进 所谓健康促进就是运动 大家就更健康了 课程是由花莲县卫生局团队领队 由食品药物科林燕梅科长教导如何正确管理家里的冰箱 另外健康促进科陈耀阳记证宣导出门购物前 先检查冰箱有哪些物品 避免买到重复食材等知识 回去之后 除了说自己把家里照顾好之后 那希望你到社区我们主动去关门社区老人 去看看他们的食品 什么安全啊 冰箱整理如何啊 好这些 那大家一起来 可以我们的乡心 来做这样一个食安的法官 预理证卫生所王之余主任表示 妇女肩负每个家庭饮食安全 担任重要的健康饮食把关者 往往忽略了自身的健康维护 期待每个妇女姐妹可以成为自己家庭 社区以及部落的健康守门员 记者高松双预理证采访报道